我们先敬礼传承主持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巴法王喀玛巴 敬礼图登达尔吉 敬礼上师 我们敬礼弹成三宝 敬礼今天附魔的祖尊 马哈巴拉大力金刚 师母 丹真甲措图登实地 图登卡马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络上的同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心臟感恩 愛してる しゃらげ おらみこ けけのむちょ すこい いじわ きもちいい きゅみ やっぱり プリンプリン こんにちは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礼拜天 3月31日 很快 這個月就沒有了 下午3点 PM 自清明節 地藏王菩萨 护魔化徽 地藏王菩萨 是主超度的 主超度的 另外呢 3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10点 彩虹雷藏寺 舉辦清明節 大悲寶餐法會 有上司團 法司團 带致臨 带臨离餐 当天有 网路直播 同步的 拜餐 大悲寶餐 星期六 上午10點 那地藏王菩萨 是八大本尊之一 大家都了解 馬哈巴拉 大力金剛 我記得 天界當中 有一個 纳螺炎天 纳螺炎天 在玉界天里面 玉界天里面 有個纳螺炎天 裡面 裡面都是大力神 都是很有大力的 神 是纳螺炎天 但我們這尊 大力金剛 是不一樣 它拿走 這個浮沉 是象徵 瑶瓷金 那這棍 是象徵 莲花童子 它是地藏菩萨 六四者之一 大力四者 地藏菩萨 另外 頂上是 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 所以它有 瑶瓷金 木 莲花童子 地藏菩萨 阿弥陀佛 我家的那個小孫子 小孫女 每天 如果 星期六 到我家來 它都會摸它的 這個大力金剛的腳趾頭 會摸它的腳趾頭 它也會禮拜 這個大力金剛 我今天就拿著棍子 打給它看 過來不久 就清掉它在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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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撿到一個小木棍 撿到一個小木棍 也跟著筆劃 他有一次來我們這裡 然後看那個電視 然後回去啊 他就會這樣子 這樣 呜 以後 我不在了 那小孫女 可以給大家加持 他還會打棍 哇 今天 今天他打棍 打好久 哎 這個是 很微妙的事情 他每一次都 我做什麼 他就學我什麼 才一歲七個月吧 一歲七個月 他會給人家加持 很好玩 昨天那個 星期六晚上 我有講過 什麼事情都要終關 這個 在密教裡面 有一個比喻非常好 你是 皈依的弟子 但是呢 你不要太接近 這個 這個盧師尊 因為太接近了 容易被火燒到 就是講說 上師是否 西藏的講 這個藏密的 邪藏密的都知道 這個師尊是否 你太接近了 你太接近了 會被火燒到 但是你根本不接近 距離太遠了 你照不到光 你一年 你才來一次 那都快要 傳承都快要斷 他說太接近了 你容易被火燒到 太遠了 你又照不到光 所以要保持著 不遠也不近 這樣才是 邪密教 本身就是要這樣子 除非說 你已經退到心了 已經退到心 那就不用來了 就斷了傳承 就沒有傳承 不過現在還好 現代 在古代是確實 不能太靠近 上師 你太靠近了 本來是方便 就變成隨便 因為太接近了 每天都生活在一起 實在太接近了 隨便就出來了 那就是被火燒到 那你如果是說 太遠了 一年 一年也沒來 兩年也沒來 那你就傳承都快要斷了 你根本到時候啊 盧世尊看到你 都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你有沒有皈依 他也不認得 那就斷了 斷了那個傳承 不過現在還好一點 你如果有看網路 網路直播 網路在直播 每一個 不要說每一次都看 偶爾看一下 那你還是會有這個傳承存在 現在就是這樣子 因為有網路就方便多了 人不用來 人不用來 但是你也可以聽到 看到世尊在說法 看到世尊在加持 上次那個 有一次我用這個兩個 一個就是六丁六甲 六丁六甲神像的這個咒語 還有用九日真言法加持 那個就沒有時間跟空間的限制 很多人因為六丁六甲神像的加持 跟九日真言 臨兵鬥者戒陣列在前 這九日真言的這個加持以後 出現很多奇跡 所謂累積的數目 這個數一呢 一共多少 多少人看 報告世尊 總共十三萬兩千 十三萬兩千人 對 觀看 觀看這個 點閱觀看 就是六丁六甲神像 跟這個九日真言法的加持 好 謝謝 出現很多奇跡 我這邊就收到好多個 他的這個病本來很嚴重的 他加持不是只有一次 每次就看那個 住在別地方 然後在合掌 在他的電視機面前 看到這個 這個加持 腳痛也好 那個流也消失掉了 連那個胎記都變成沒有了 很多奇跡的 所以那個沒有時間的限制 又沒有空間的限制 空間呢 你看 距離都好遠啊 都是幾千里 幾千里萬里 只要看這個 六丁六甲 神咒跟九日真言的加持 他的病就好起來 一共有十三萬人看 十三萬人是看這個 常常加持 不是加持一次就好 而且每天加持 居然他病就好起來 那距離很遠呢 隔著萬重山萬重水 他都可以 還是有價值力 人沒有到 但是你只看網路直播 照應有他的力量 所以不管你在哪個國家 都還是有力量 我先講兩個笑話吧 哇 這個是 小明實在很聰明 小明 上課除道了 老師很生氣 小明 今天你來得這麼晚 為什麼 小明回答 我睡過頭 我睡過頭 睡過頭 老師就 問 怎麼會睡過頭呢 小明回答 我在夢中 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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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講課 講得非常好 就想 就想多聽一會兒 就想多聽一會兒 老師說 給我滾出去 就想多聽一會兒 小明 小明 逃學 回來的時候 被老師 問了 老師說 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小明回答 我吃飯去 老師講 就知道吃 小明講 老師啊 我成績不好 那個 再不吃 身體也不好 那怎麼辦啊 他真的很聰明 我們進入主題 你問我答 馬來西亞 蓮花康祥問的 師尊好 師母 不是各位師母好 師尊好 師母好 各位上師同門好 我以為是各位師母好 弟子有一個問題 一切皆空 四大皆空 心裡顯現空性 所有煩惱 所有痛苦 都化為空性 心跟本尊 這個合一 在禪定中顯現出 自然快樂的本性 是 是 許 許 樂 這樣子 是對嗎 他說 這樣子 對嗎 其實 我以為是 為摩戒經 有提到 提到 這方面的問題 一切 借空 四大借空 心裡顯現空性 所有煩惱 所有煩惱 所有痛苦 都化為空性 心 心跟本尊 心跟本尊合一 在禪定中 顯現出 顯現出 自然快樂的本性 是許樂 是許樂 這樣子 對嗎 這個 剛剛有 回向的時候 我有提到 三解脫 一個就是 空的解脫 空的解脫 一個 就是 無相解脫 一個就是 無作解脫 無作解脫 跟無相解脫 跟空解脫 比如 很簡單的一句話 家裡有小偷進來 那個錢被偷了 就是 這是環擾 這個錢 好處多得很 好處都被人家偷了 那不是環擾 又要報警 又要這個 又要這個找 尋找失誤 又要報警 又要想到底是誰來脫的 就是 煩惱 那你可以 想一下 這個錢本來是 我要用的 現在也是別人用 我用跟別人用 也是差不了多少 我跟別人沒有什麼分別 我跟眾生沒有分別 我雖然損失了 我痛苦 別人得到了他快樂 那 那痛苦跟快樂 那就有分別 如果他能夠快樂 我苦 他樂 還是平均 還是可以 剛剛好 所以耶穌也很厲害 人家 打你的 這邊的耳光 你這邊也伸過去給他打 耶穌無所謂啊 為什麼會這樣 跟活教的道理一樣 對 眾生就是你 你也是眾生 是平等一族 他用 你用 是一樣的 反正你的錢不用 他來用 應該可以吧 這是一切皆空嘛 將來你走的時候 你想想你將來你走了 這個錢你也拿不走啊 連一根針你都拿不走 所以 這個師母跟我 佛親幫我們寫遺書 我這個西雅圖一切的 這個房子 西雅圖 我現在也沒有什麼大房子 一個是 就是 以前我在西雅圖的時候 那時候 先是在 巴拉 然後 木 到 出布拉 house 再來呢 到 到Funten Lake House 到Gamshamduch House 現在在South Mountain House 現在留下了South Mountain House 跟Chubula House 再來就是山莊 山莊已經變成彩虹雷藏寺了 山莊是我跟師母蓋的 它已經當成彩虹雷藏寺 彩虹雷藏寺在管理 那等於是我跟師母沒有關係 這土地是我買的 山莊是我蓋的 我畫圖請工人蓋起來 這個都已經煎出去了 現在一個南山雅色沒有煎 生活密宴也沒有煎 我們就告訴佛親 這兩個全部也將來都煎出去 南山雅色跟生活密宴都會煎出去 因為我們沒辦法住了 除非我的靈魂 除非我的靈魂 輸我們的靈魂回來 看一看 我們沒有辦法帶走 當然是煎出去了 佛親幫我們寫藝術 煎出去 煎給Foundation 就是一般的那個 非模擬機構 它就不用扣稅 你如果煎給師人 它是會扣稅的 煎給這個 有Foundation 像中委會也是Foundation 這個像西雅圖也有基金會 也是Foundation 西雅圖雷藏市 這個採紅雷藏市也是Foundation 也是有基金會 都是基金會 這個我們都可以煎 一切皆空 煎了沒有負擔 一切皆空 為什麼 房子你帶不走啊 雖然那個南山亞瑟 現在的價值 我不知道多少 南山亞瑟現在的價值 不知道多少 那時候他們要賣給我們的時候 是NBA求援的房子 NBA 他打籃球的 球 他建的房子 他們要自己住 結果沒有住 我們稱為NBAhouse 那時候他要賣給我們 先要賣700萬 後來我們給他出價 我是給他出價 出550萬 那現在價值多少 不知道 我征活命宴是多少錢蓋的 9萬塊錢蓋的 現在的價值 我們西雅圖雷杖市 圍牆裡面的每一棟房子 都是100萬以上 都是100萬以上 我們也都捐出來了 佛心今天寫這個 我跟師母的遺書 改 全部都捐 那你還有什麼 沒有了 真的是一切皆空 四大皆空 四大皆空 沒有了 不給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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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懂得空性 你就沒有煩惱 沒有指導 什麼是你的 身體也不是你的 你這個身體都不是你的 沒有了 有一天 身體如果是你的 我叫手動就手動 腳動就腳動 叫他不拉肚子 他就不拉肚子 不是啊 有些毛病在你身上 毛病在你身上 你要叫他好 他也不會好 身體根本就不是聽你的話的 你叫他腳走路 不用拿拐杖 不能啊 需要拿拐杖 就要拿拐杖啊 腳也不是你的 手也不一定是你的 五張六幅都不是你的 所以身體都不是你的了 還有什麼東西是你的呢 你就算了 不遲早 就是 煩惱也沒有了 你也不用煩惱 空 反而歡喜 什麼都沒有 有時候想想 自己的親人 其實也都不是你的 只是暫時擁有 他是你的兒子 他是你的女兒 他是你的孫子 有一天啊 他們讓你看不到 的時候 他們搬離開美國 你永遠看不到他 你才知道 他們也不是你的 所以 也不用煩惱什麼 煩惱 直早都沒有 那個時候 這個心啊 才會跟天心合一 跟本尊合一 跟你的至上本尊合一 這是很重要的 當然 合一的時候就有喜樂 自己能夠悟到這些 等一下就會講 維莫接近 最近很多詐騙 大家都知道 詐騙集團 我記得 詐騙集團 剛開始的時候 都是台灣啊 都是台灣人 真的 從台灣發起 詐騙集團 一直偏佈到全世界 你看這個 這是台灣之光啊 是台灣先開始的啊 當初詐騙集團 是從抓到的 全部都是台灣人 後來就傳到東南亞 到東北亞 到美南強啊 美國很多的詐騙集團 也是一樣 現在全世界都是詐騙集團啊 真的是台灣之光 哈哈 哈哈 詐騙集團 非常的 旺 昨天接到一通 詐騙的簡訊 要我儘快把錢匯入 某個銀行的帳號 一時 一時閒來無事 順手就回覆 已經匯款 五 那底下 一二三四五 五個零 那是多少錢啊 我輸入不太懂 五十萬 對啊 後面五個零 五十萬 哇 是美金就好了 已經匯款 五十萬 請查收 今天收到了這個回覆 他罵人 這罵人的話可以嗎 他罵的 跑來五次的銀行 還沒有看到你的錢 你這個才是騙子 哈哈哈哈 他是詐騙集團 你給他反騙回來 哇 我在台灣的時候啊 聽到台灣人打一個電話 給我 講台灣話 你的孫子在我的手裡 然後那邊就有小孩子的哭聲 那時候 這個Zayton 盧君還小 他哭聲都是一樣 你的孫子 你的孫子 被我抓了 然後就是要我們費錢去把他束回來嘛 然後 那邊就有孫子的哭聲 我是回台灣啦 接到這種電話 他還知道 我的名字 你的孫子在我手上 那邊小孩子在哭 好啦 我就簡單問他一句 我的孫子 我的孫子講什麼話 然後 那邊回答 當然是台灣話啦 問題是 他連狗語都不會 哈哈哈哈 而且台灣話一堂一劇也聽不懂 他就是講英文的 我的孫子是講英文的 我就很討厭這種詐騙集團 連我也要騙 氣你的頭 就把他掛斷了 那根本就絕對不是的 詐騙集團 連這個也騙 小明寫的咒文 我的理想 小明講 小明說 我長大了 要去搶銀行 然後把錢分給窮苦的老百姓 他的作文 我長大了 要去搶銀行 然後把這些搶來的錢 分給窮苦的老百姓 哇 真的是一姐 料田丁 老師的評語是這樣子 你的理想很不錯 你要分錢的時候啊 不要忘掉老師 哈哈哈哈 不要忘掉老師 但是你要注意哦 你的同桌 的同學 他說他長大了 要去當警察 哈哈哈哈 笑死了 看看這個笑話 這個笑話如果不意會的話 是笑不出來的 今天陪著小姐去相親 小姐非常的滿意 問我的意見 這個我就回答 人長得還蠻不錯的 但是呢 她蹲到桌子底下 綁了六次的鞋帶 很差 這樣子的人 就是智力能力很差的人 連鞋帶都綁不好 幸虧呢 我穿的是長褲 這時候這小姐就大驚失色了 天啊 我穿的是迷你裙啊 笑得出來嗎 笑得出來嗎 她借故去綁她的鞋帶 看人家的腿啊 看人家的玉腿啊 我們講維摩絕經 蛇利佛言 我做凡夫 無有事處 因為 上發天女就問了 如果你蛇利佛變成凡夫 我就成阿尿多羅三妙三菩提 我就得到的無上正等正絕 蛇利佛言 我是阿羅漢 不可能再轉化成為凡夫 不可能到世間去轉化成為凡夫了 三花天女講 這樣子啊 我得到無上正等正絕 也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不是這樣子講 而是我根本就不會得到無上正等正絕 為什麼呢 菩提無住處 事故無有得者 她說 無上正等正絕啊 根本就是凡夫弄出來的名詞 根本就沒有無上正等正絕 根本就沒有無上正等正絕 也沒有得到無上正等正絕的人 上發天女這樣講 這蛇利佛就反駁了 今天所有的佛 都是得到阿尿多羅三妙三菩提 都是得到無上正等正絕 都是得到無上正等正絕 然後才成佛的 這種得到無上正等正絕的 如橫河沙數 這是為什麼呢 佛是得到無上正等正絕的 那你怎麼講說沒有呢 那你怎麼講說沒有呢 這是為什麼呢 三花天女講 這個 所有的世間人 世俗的文字 都是 哪些都是騙人的 無上正等正絕三妙 這個阿尿多羅三妙三菩提 都是騙人的 沒有這回事 這是世俗文人 寫文字 說出來的 也沒有三世 沒有三世 沒有過去世 沒有現在世 沒有未來世 上花天女講的 begin,begin,begang 沒有過去 現在未來 絕對沒有的 如果是有 有這個菩提呢 有這個無上正等正絕呢 就是有去有來 事實上是沒有去沒有來 才叫做如來 沒有過去現在未來 三世 善花天女就訪問舍弟佛 你是如何得到阿羅漢道的 你如何得到阿羅漢 這是神文聖裡面的阿羅漢最高的 你舍利佛是阿羅漢 你是如何得到的 舍利佛回答 因為無所得 我才得到的 因為是無所得才得到的 這個善花天女就講 諸佛菩薩也是這樣子的 大家都是無所得 所以才得到的 無所得才是得 過期現在未來都得不到 只有無所得才真正的得到 這個是很難解釋的 佛是無來無去 佛是無來無去 他沒有來也沒有去 佛也是因為無所得 他才得 《金剛經》裡面講得很清楚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他講到三次 都是無所得 過去心是為什麼不所得 無所得 因為已經過去了 你還得到什麼 現在心不可得 現在也會變成過去啊 像我們現在 如是尊說法 你們在底下聽話 很快就過去了 就沒有了 明天就沒有了 不要說明天啊 等一下五點多就沒有了 不可能 未來為什麼會沒有呢 未來也會變成現在 現在也會變成過去 不要講說未來還沒有到 未來也會變成現在 現在也會變成過去 所以才叫三季一如啊 過去現在未來 其實是一耶 哪有過去 現在未來沒有 那你得到什麼 你要悟到無所得 剛剛我講的 無所得 是你的房子嗎 沒錯 但是以後會沒有 是你的車子嗎 現在沒錯 但是以後也會沒有 你車子會壞掉 房子也會沒有 會變成老屋 到最後拆掉 這是你的錢嗎 也會沒有 不是你用掉 就是別人用掉 你剩下的錢不是 不是你的 你沒有用到 也會沒有 也會沒有 就算有也會變成沒有 包括你的身體 你也會變成沒有 你悟到了 無所得 你根本得不到什麼 因此你煩惱解脫 指導解脫 沒有指導啊 你指導什麼 有什麼好指導的 你說愛情 那真的是氣你的 真的 剛結婚的時候 也可能是真的有愛情 後來呢 就剩下了責任 跟你的道德觀 都變成了老菩薩啦 還要談什麼愛 揭穩一下 牙齒就掉了好幾顆 對不對 碰一下身子骨頭就斷了 打那個噴嚏 你的這個脊椎 這個就是什麼 肋骨 肋骨就斷了好幾根了 那時候還談什麼愛 剛開始是有一點愛 是沒有錯 後來就剩下責任了 愛情 氣你媽的蛋 沒有這回事 剛剛結婚幾年 也許會有 後來就不會有了 所謂七年之癢 七年之癢 都是七年以後啊 建議施籤啊 那一個接一個一個接一個 一個接一個 都是很短暫的 什麼都沒有 所以不要執著 也不用煩惱 什麼都不用煩惱 也不用執著 因為你沒有煩惱 沒有執著 你就能夠自自如如 永遠快樂 那就是無所得之故 這個上法天女講 所有佛菩薩也是這樣子的 因為無所得 所以他們才震悟了 道 這釋迦牟尼佛講的道 什麼是道 心經裡面明明講 以無所得故 菩提撒頭 因為你無所得 你才會成為菩薩 在美國 一半都是結婚到老 有一半是離婚的 這一半 離婚的 當然是因為愛沒有了 當初的時候結婚是不是愛 當然 在底下講 你愛他嗎 愛 I do 那個人講說 你愛他嗎 男的愛你的嗎 I 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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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呢 好可憐 幾年以後就沒有了 所以結婚做什麼 傻瓜才結婚 無所得嘛 無所得嘛 你愛也得不到 支援也得不到 錢也得不到 房子也得不到 車子也得不到 房地產也得不到 什麼都得不到 那 你想一想這個 你就沒有煩惱 沒有指導 快樂的就跟菩薩一樣 你可以去 當一個菩薩 去布施眾生 唯一的剩下的就是布施眾生 財師法師 無畏師 就是這樣子 三花天你講的 所有佛菩薩依附如是 無所得故而得 無所得就是得 無所得就是得 如果講有所得 那就不是得 你得到無上道 無上正等正絕 沒有這回事 你無所得 你就是無上等正絕 所以師母跟我 我 就把這個 整活明宴 南山亞瑟 就捐出去了 是這樣子 還有什麼不可以捐的 連身體也可以捐 身體也是可以捐的 因為身體也不是你的嘛 當然 你剩下佛性 你這個佛性沒有帶業的 沒有帶業障的 很重要 你如果做了業 造了業 這個業它不會放過你 所以釋迦牟尼佛說 為什麼我們人到這個沙伯世界來 因為是要醜業 就是要把業消除掉 到沙伯世界來消除你的業障 因為你認得無所得 你就不會有業障 就沒有煩惱了 懺悔過去所做的一切的 這個惡業 那你就剩下佛性 剩下佛性就成佛了 那成為不可思議的菩薩 成為佛了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佛今天講 這個上花天理實在是 很有大智慧的 心經裡面講 無所得 金剛經裡面講的 錢是無所得 大智都論 另外呢 這個大伯業經 大伯業經 全部都是講的 所以大家要記住 記住 無所得你就能夠布施 你如果還想到有所得 你就不可能布施 因為那是我的 沒有這個我這個字 所以是無我 無我想 就是空 無像 無作 你還期待什麼 這就是 維摩戒經講的 維摩戒 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人 這個 山花天理 是非常有智慧的人 都是不簡單的人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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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啊 好啊 感谢观看